5月6号下午4点 有两名歹徒骑机车到金融机构行抢 一名歹徒朝着天花板开枪 要求工作人员把钱拿出来 另一名歹徒则是拿着西瓜刀在门口把风 其实这是台东警察分局在做防抢演练 原因是4月中旬台中银行胡伟分行发生抢案 警方为了加强各金融机构的安全措施所做的演练 这两名歹徒行抢得手后 挟持一名工作人员当人职 并要求警方给他们一台车 企图逃跑 这时警方在对面民宅部下狙击兽击倒持乡歹徒 最后两名歹徒在大门口遭到现场警方逮捕 演练过程大约15分钟 现场出动大拼几力 并以真枪色弹进行防抢演练 黄青海采访摄影